朋友们好,我是长工 这几天有个朋友他对这个很有兴趣 而且好像已经有这个转接镜头 已经有下落,他想要买这一台 这一台Panasonic的一个4K的 比较阳春型的摄影机 他问我预录功能怎么操作 介绍一下,因为这个机型 我回答在下面 这个机型在台湾没有贩售,没有进口 那我是拖代购 那他只有日文跟英文两种里面的文字 那我们如果日文不行,英文多少知道一点 所以我这是惯了英文 那等一下我会实际操作这个预录的功能 怎么操作 另外这个啊,我原来这个是很少有些停产的东西啊 结果最近有一个朋友他手上有一个,他已经买到一个 另外他觉得在日本的拍卖网站上面啊 还有这个还有其他相关的整组的东西在拍卖 不晓得现在是不是已经拍卖掉了 因为他是比较阳春型的啊 所以我除了说预录 预录的功能怎么操作以外 其他的我平常在用的一个功能 我也跟大家介绍一下 另外还有一个收音的问题啊 收音因为我们拍的很远 你那个收音啊,如果靠这个摄影机的这个来收音的话 远的收不到,近的吵杂,讲话声都很大 所以不太理想 所以还是要有一个指向性的收音麦克风 这样操作起来比较理想一点 那这个红点啊 这红点是一定必要的啊 你没有这个红点的话 你要找那么远的地方的一个点 太困难,太困难 必须要有一个撑造点 然后你可以快速找到 这样才能够拍到很多画面 不会漏死掉 因为有时候光找半天 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 所以就没有用 所以必须要用到这个 所以用这里啊 是这一个 然后一个指向性麦克风 好,这两个是必要的 好,我等一下就来实际操作给大家看 谢谢 我们首先来介绍这个预录的功能怎么操作啊 因为我这个是 我灌的是这个英文的系统 它可以灌日文 也可以灌中文 好,这有一个menu menu 这是设定啊 这是照片的 这是录影的 这是媒体的啊 就是卡片或者是里面的 硬碟的设定啊 那我们录影 预录是要在这个 录影这个部分 按下去以后 它有好几个选项 再往下 这里有一个pre-rec recorder 就是事先录影 P-R-E-R-E-C 就这一项 你这个只要按下去以后 好,它这个跑出来了 pre-rec recorder 这个符号就跑出来 这个时候它就在录了 它就在预录 然后等你需要的时候 好,你看到有什么动作 你按下这个录影 这个一按录影 它就开始录 开始录的时候 它就把之前的 大概三到五秒 我大概测试了 大概三秒 三秒前的画面 拉进来 好,然后 你这个 按掉以后 停了 不录了 不录了以后 这个预录的功能 它就没有了 就是你现在不会说 你再按UU 那个 因为这个预录是偶尔需要的 不是一直需要的 所以你需要的时候 你再去把它叫出来 按一次以后 它就取消了 就没有了 你录影还是继续录 然后你需要的时候 你再到menu 再到这个 再往下 就是第二页 这里有一个 按下去以后 它又开始预录 又开始预录 然后 你按了以后 才开始录 才开始写到 你的卡片里面去 然后 停 它就停了 预录的功能 就取消了 下次要的话 你要再叫它 好 这就是这个 预录的操作 我们 顺便再介绍一下 我们在使用这个时候 一个 需要用到 而且必须会的 就是 加减光 加减光 因为我们拍鸟的时候 白色羽毛的鸟 太阳底下 一定要减光 没有减光 会过曝 那这个加减光 它在显示上面 这里有一个是正常的 这是正常曝光 这个 你按下去以后 它有一个加的这个 你选加的这个 选了以后 这里有一个加减 就可以加减光 你按下去以后 你要 减 要加 都可以在这里调 调完以后 你就录 然后 你这个没有 没有变的话 你这个没有变掉的话 它就会是这样 那我们平常呢 比方说这个 平常呢 就回到 回到这个 正常录影 需要的时候 你再按一下 再按这个 那你 你原来 设定 比方说我原来设定 减三格 的光 它就 就会定在那里 你随时可以调整 如果要加光 可以 要减光 可以在这里调整 调整完以后 它就记住你的调整 下次一进到这里来 就是加减那个 你 你设定的那个 你设定的那个 光度 好 这个是很重要 你必须要会的 你必须要会的 要不然这个 我们拍鸟会 会有问题 其他的我是比较少用的 像这运动的 我这应该都可以 都可以考虑 你可以去试试看 那我平常在拍鸟的话 就是 一个加减光 然后一个预录 基本上 就没有了 因为 因为它 这个相机 它是 比较 它的界面不是很多 那 它的设定 比较少 大部分它都是自动的 它的预色都是自动的 自动对焦 自动什么什么 它都自动 然后你 它也可以按了以后 那个对焦点 定了对焦点 但是感觉 不是那么灵光 所以 它大部分的自动的情况之下 我们必须 要会的 目前我常用的 大概就是两个 一个是加减光 一个是玉露 其他的 你就听它就好了 这很简单 就这样 OK 另外我 顺便介绍一个收音 这个麦克风 指向性的麦克风 因为我们有时候要收远一点的鸟的声音 它是有差别的 你用这个跟用机器本身 广阔的收音 那是有差别的 那过去我这个 这个收音的麦克风 把它放在那个大炮的上面 就是那个 那个闪光灯座的地方 很不好用 很不方便 都没有固定 所以常常出问题 所以 常常没有 最近我就想来想去 我把这个 云台的这个把手 这一支我把它反过来 反过来 把这个固定在它上面 就这样把它固定在这里 然后这个 你要量好这个 这个距离 这个要插在 收音麦克风的位置 麦克风的位置 像我这个 如果你一插 一插进去的时候 它会 它会 要确认 它会要确认 你确认是不是 从这里收音 按一个OK 那声音就从这里进了 就从 就从这个地方进了 就不从 不从它本身 这里麦克风进 就从前面进 那我们要 为了要确保 呃 是不是 有接触不良啊 或什么 你要保险 要有一个 它 它在这一边 那又 它的右手边这里 有一个 耳机的孔 好 你插一个耳机 然后 你就可以听到 你就可以听到 它麦克风所收的声音 好 那这个 能够确保你收的声音 是有收进来 这个动作是需要 起码是刚开始的时候 你刚开始录的时候 你先把这个 啊 耳机戴上 听一听 是不是有进来 有了以后 你觉得麻烦 有时候觉得 有时候不方便 再把它拿下来 那你只要开始确认 没问题 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 啊 这是收音的部分 尤其是 大炮 如果是像我这个 Nicone的大炮 Nicone六百的 它 自动对焦的时候 这马达声音非常大 你如果是 在比较安静 没有嘈杂的 环境里面 录 你光 Kathy 你就光录这个 马达转动的声音 Ka... En영 很大声 而且速度很快 转来转去 那你就没有办法 用这个原因 所以这个时候 你也是 需要用到这个 那这样接 这样接了以后啊 因为距离这上面 这大炮 有一个距离 而且它只向前面 所以虽然还是可以听到一点点那个马达的声音 但是应该是可以接受 比原来要好很多 所以这个指向性麦克风 你如果要用这个正式拍很远的 你要有这个麦克风 要不然的话 你的收音会不理想 用大炮也是需要 还有一个就是说 用这个录的话 旁边的声音会稍微小一点 旁边人家在讲话 你如果不用这个指向性的麦克风的话 用这个机器 用机器本身的麦克风 旁边讲话声音录得很清楚 很大声 如果用指向性往前指向的话 它就好很多 还有一个固定在云台上面 你这个向上向下 它一样跟着你动 一样跟着你动 所以我觉得 目前为止我觉得还蛮理想的 好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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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